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小宝统计班上同学 上学方式 如这个表 它要你根据上表 就上学方式 画出圆形 首先我们 把它的全部人数 把它给算出来 总人数是多少 就8 是8 加8 加2 加12 这两个加起来20 这两个加起来20 所以总共是40人 那40人的话 它占全部的几分之几 就是N1 步行的话占全部的40分之18 那这样全部是360度 因为我们要画圆形图 要画圆形图 那要画圆形图的话 那个全部是360度 那这个呢 它总人数是 占全部的 这是比率 那这样的话 这角度应该多少 这是全部的比率 总角度的话 我们叫做谢大义 再乘以多少呢 360度 360度 就18人占全部的比率这么多 它全部是360 所以你乘以360度的话 就是说它占的这个大比的 它的那个百 等于是百分比 比率 那这样等于多少呢 这个是约掉 4 9 9是36 那这样等于多少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呢 这个是8 乘以9 这是162 162 162度 也就是说 它这个步行的话 占这个100 这个我把它画远一点 这个占多少呢 占这个162 画这随便画一下 这是162 这个是步行的 好 再来我们看这个搭公车 搭公车 我们叫谢大乌 谢大乌 代表角度 谢大乌 通常我们代表角度 全部的几分之几 40分之8 那 全部的角度是360 那这样的话 这个刚好是9 好像算过了 9画72 72度 那72度 那72度的话 大概多少呢 根据它这个画的 这个 步行的话 步行跟家长接受 刚好是占全部的一半 这两个加起来是多少呢 是20 那全部人数是40 那一半就是100 180 所以的话 这如果是步行的话 这个就是家长接受 这个的话呢 这个是多少度呢 这162的话 这应该是多少 180 减162 8 这应该是18度 好 这个是18度 18度 18度 那这个呢 是多少 是那个 家长接受的 家长接受 是18度 好 再来 骑自行车的 这个我们刚刚说 这是72度 这72度 所以这应该多少 应该是 118度 不是 108度 不是 108度 这个是 系达4 系达4 系达4的话 应该多少呢 应该是 我们刚刚说这个 家长接受是18度 系达3 是多少 这等于180度 减掉到 180度 减掉162度 这等于18度 刚刚画 然后呢 这个 系达4 这两个加起来 是全部的一半 那全部的一半 是180 所以 这样就是 108度 108度 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的话 我讲说在这里 这一个的话 这个是 108 108的话 这个大概多少 大概在这里 这是另外 这个是108度 108度 这个多少呢 这个是 骑自行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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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72度 这两个加起来 180 这是72度 那这个多少呢 这个是 搭工车的 这个 72度是 搭工车 这是搭工车 那这样就画好了 这样就画好了 现在电脑很滑达 你这个 资料输进去以后 他马上就帮你画 如果在正式上课的话 画这个还是很麻烦 好 谢谢大家